近段时间以来,日方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粗暴干涉中国内政,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,无端指责中方正当合法的海洋活动。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,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。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,在这个问题上,日方最应该做的就是牢记其当年发动的清华战争,给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,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。 我们敦促日方,仪式为鉴,面向未来,在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谨言慎行,之所进退,与中方一道,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。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,这有着坚实的历史和法理依据。 钓鱼岛于1895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甲午战争非法窃取。 1945年二战结束后,根据开罗宣言、波斯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,钓鱼岛主权回归中国。 中方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之法,是依法行使国家主权。 国际法是天下公器,不是哪个国家出于异己之私,信口开河就能动摇得了的。 日方无成中方活动,违反国际法,恰恰暴露了其对国际法的公然蔑视。 持这种观点的人,应该重新看一看开罗宣言、波斯坦公告。 中方将一如既往的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坚定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